我們從這裡先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知識 然後再來中文的字型 以這個為範例 讓大家知道的PoloCAP 你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我們可以結合很多的雲端服務 包括文字允 然後這個遮罩怎麼用 遮罩怎麼用 再來就是 去背的 去背很重要 你只要去背說真的 你的影像合成 至少就有一定的程度 沒有去背 效果就真的比較差 那最後我們就介紹一些免費突破的資源 還有一些雲端的 其實補充的資料很多 補充資料蠻多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再回去試看看 那可能我看一下這邊 像你一個人在吃烤雞啊 一個人在追劇啊 好吧 我們今天可能只能上到這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問題 都還OK 好 謝謝大家 那如果說呢 你回去之後還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幾個地方發問 白板我就不再回覆了 你就不要在這裡 你在one note這邊 你可以在訊息裡面發訊 這個 就是訊息不是只有我能夠發 你也可以發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留我的信箱 你可以通過這邊發信 再來呢 你要再懶一點的 沒關係 打一下我的關鍵字 素文老師 你就會看到很多我的連結 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上課有提供Soho服務 啦 這樣 做不到 好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上完課之後 對於這個海包製作 可以有一些概念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